向行车一面撞上耕耘机 驾驶被夹在座位上 整个人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消防队员货报赶到现场 赶紧拿出破坏器材 又把人赶紧救出来 但撞击力道实在太大 整个向行车的车头扭曲变形 消防队员费了好一番功夫 好不容易才将人给抬出 送上救护车送衣 但男子伤势过重 早就没有生命迹象 送衣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而这起车祸就发生在嘉义扑子地区 一处提防道路 29号晚间 香行车在这里和耕耘机一面对撞 造成香行车的驾驶丧命 车内还有三名国中生也受伤送衣 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有三名学生 然后一名驾驶 那三名学生 上次叫轻 先由救护车送衣 那这边驾驶 因为车体变形 受困在车内 经过调查 这辆香行车以40补习班的接送车辆 而车祸现场没有设置路灯 天色昏暗 是不是因为这样导致车祸发生 事故的原因 还有在警方进一步调查理清 记者后果文家宜报导